2013年8月28日,今天是什么日子呢? 1624年的今天,我国民族英雄郑同工出生。 他曾率领两万名将士跨越海峡, 英勇地收复了被荷兰侵占已久的我国领土台湾。 389年后,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已经在台湾安家落户了。 他们的宝宝袁仔,得到了海峡两岸众多伤眼睛的关注。 1963年的今天,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丁·路德金发表了动人的演讲《我有一个梦想》, 表达了渴望和平平等的愿望。 50年后的今天,熊猫们化身和平的天使,传递着友好和平的信念。 敬请期待今天的精彩内容。 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 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 熊猫频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熊猫的最新资讯。